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字符空间是我们认为是我们操作内存的最小空间 那么紧接着还有一个空间 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INT空间 或者一些更大的空间 比如说结构体的数组 或者是什么LUN 或者是FLUT等等的数组 这个数组跟字符空间相比而言 它的要求没那么多 因为字符空间 首先来说它涉及到一个字符串的概念 然后以及什么结束标志的概念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绕的知识点就特别多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那对于我们非字符 所以我这个地方要先写一个叫做非字符串空间 非字符串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我们该如何好变呢 那么说到非字符串空间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字符空间 什么叫做非字符空间 有些人说这很好理解嘛 字符空间什么 记住字符空间是我们用可以使用什么 X2码编码的编码来什么解码的空间 而且这个空间怎么的 这个空间的目的是什么 是给什么给人看的 给人看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空间 你记住它是用S 我们用S这个东西看这个空间的时候 你看的是就是人能看懂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计算机中 比如我们写ABC 实际上是不是我们写的是看人肉眼虽然看了ABC 但实际上在计算机内存怎么表示的 是不是单引号A 单引号B 然后单引号C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样来看的话 这样来看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在内存中存放的数字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恰类型 而这个恰类型的编码方式就是X2码 X2码给人看的 而且这个还很讨厌有一个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反性线0 作为我们什么 作为结束标志 结束标志 这个问题 那么具体的 大家可以再看我们的基础部分 就是关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一些 简单概念的介绍 然后我们再看 那这个非字符空间 非字符存在空间 怎么理解呢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还是一样 我们想这样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物联网 或者是我们的嵌入设备中 经常涉及到一个概念 叫数据采集 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头 可能会有煤气安全 或者是光照 或者是温度检测 比如我们用最简单的温度检测 温度检测检测出来的值过后 它不就是采集吗 采集过后 当然我们也是提到过 这个采集的最小单位一定多少 一定多少 一定是0X 对吧 00到0X FF 也就是绝对是什么 八个比特作为最小单位来采集的 或者是八个比特的倍数 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 反正八个比特 那这个八个比特 我采集过后 我肯定现在最后还说 进解码上才给用户看 但现在不管 但我不管怎么说 采集过后 我是不是要存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 什么 是不是开辟一个什么 什么 开辟一个什么呢 存储 这些数据的什么 盒子 对不对 这个盒子当然 而然我们说 你不定一个数组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那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我们是用 恰儿定义好呢 比如恰儿buffer 去存 这里面东西吗 就恰儿buffer 可能 可能这样 我们看 比如说 我们只想采集十个数据 那我就buffer十 对不对 buffer十 好 那如果说我要想采集多的数据 你buffer100 200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一种 但这一种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那我怎么能保证你buffer里的内容 是数据还是字符呢 因为说恰儿它是不是本身有两个概念 都8比特 这个8比特一个就给人感觉 就是你这是个字符 你是个字符 或者说你是一个数据 对不对 所以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的奇异性太大了 我通过这个一个chart 我有两个意义 对不对 两个意义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太符合我们的 一个能够让程序员见名之意的一种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一个问题 你说数据采集来的数据 是不是只是一个位的概念 就是它一和零的一个集合的一个存储概念 有没有所谓的什么正负号 或者是标签 或者说x2码的标志 这里要说一下 x2码是多少位的 虽然是8比特 但实际上有效位 是不是我们的7比特 然后剩下的呢 都是一些什么其他码 比如说中文啊等等一些方式才会编码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具体编码方式 时候我们再学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怎么来保证这个奇异呢 也就是说数据中啊 根本就是什么 跟符号没有关系 就最高位没有关系 它最高位本身也是一个合理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非制不算空间 大家也要注意 它必须定义成什么 on single chart muffers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就也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看到chart 我们第一个反应 你也不要去反应别的了 它一定是个啥 是个尺寸 制服 那么看到on single chart 也不用反应了 什么一定是一个data 而且是什么 最小的data 就是我们软件能处理硬件的最小data 所以说以后我们再用 再定义内存的时候 在定义内存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什么 要小心 就是说不要偷懒定义成chart 因为这个很 有些时候我们思路没转过来 很多时候还是这样写啊 但你这样写可能有时候没问题 但一旦我们程序变大 或者说在实际工程的上线过后 一旦程序出现问题 你非常难查 非常难查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on single chart 去定义这样的buffer 这样的buffer来做 所以对于制服空间和非制服存在空间 我们也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假设说我们现在定义的是on single chart 这个空间 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buffer 可能数据我又想变了 刚开始我想存的是这个数据采集的数据 对吧 然后后来呢我又想变一些其他的值 比如甚至来说想变成字不串行不行 当然也可以 因为这个空间所代表的所有数据 你可以认为字不串 也可以认为什么 是普通数据 对不对 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认为普通数据 然后这个是字不串 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尽量不要去改变它的意义 好 那有些东西 那我当然这个地方又出现问题 buffer能不能再等个双引号 或者等于什么什么东西行不行 不可以对不对 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东西说 那我这样呗 我用时速copy 时速copy 然后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buffer 烤呗 反正烤一些东西吧 比如说烤一些双引号 hello 或者是或者是其他 或者甚至来说是其他地址行不行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是可能这样吧 咱们定一个p p地址 这个p地址呢 假设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定义的 onsingled char 新p p等于什么 p可能等于我们那个传感器的一个地址 比如sensor base 假设等于这样一个字 然后我现在是把p里面的 基地址里的只烤的内容 烤到buffer里头 烤到buffer里头 这样buffer里头 不就存到传感器里的数据吗 对不对 好这样做行不行呢 好我们说一定要再强调一下 使证copy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使证 str这个关键字 那么这个函数 它在我们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 就严格遵循字符串的定义 也说它不管321 绝对去找啥 反斜线0作为结束标志的 这样一个存标志 看到就干 看不到就不干 就说你看到过后 它就结束了 可以函数返回 看不到它一直给你考 一直给你考 那这种危险性非常大 或者说考了可能就乱七八糟 反正你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非字幕空间的话 我们再用使证copy之前 用使证copy的方法去处理的话 就非常不好 会非常不合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什么 就说你这个拷贝过程只管什么 它是不是只管什么 逐一拷贝 然后怎么的 那么但是逐一拷贝也有个问题 它的结束在哪里呢 对不对 你看我们之前说 字符串的结束标志在反显0 那这个空间在哪呢 那没有办法 它没有不可能定义结束标志 因为我们说0 它是不是也可能认为是 揣集数据全是低电频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结束标志在哪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非字符串的空间的结束标志 只能是什么呢 只能定义什么 个数 只能定义个数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对于字符空间的拷贝 我们需要的元素是什么 看啊 对非字符上空间的三要素 看啊 拷贝三要素 拷贝三要素 这也是 经常我们在以后开发 尤其是嵌入是底层驱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围绕这些基本思想去考虑的 拷贝三要素 第一个 你在哪儿 SR是谁对吧 你在哪儿 第二个 你要考哪里头去 是不是DIST 这个问题不大 第三个就是跟我们什么 字符空间不一样的 字符空间需不需要考虑第三个 不需要 因为字符刷本身就有反应零 那这个叫啥 这叫个数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三要素拿到 拿到过后我们就OK了 对不对 就可以操作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同样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 就是函数 那么这个其实大家自己都会写 就是说 我有了个数 有了原地值 有了目的地值 我把它考过去 怎么写 对不对 你就按照这个下标 然后这个下标循环这么多次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当然呢 这种方式呢 我们在试源编辑中呢 又要给我们提供函数 叫什么 memory copy 这个函数一看 就像什么 内存拷贝 看没有 内存拷贝 那这个memory copy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函数声明 好 memory copy呢 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我们因为还没有讲到特别深 就是说 我们先就认为这是两个地址 这两个地址 然后这是个个数 你看是不是保证了三要素 这三要素就是从原地址烤到dist 然后烤多少个呢 烤n个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要考虑的问题 好 然后那下面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memory copy memory copy就是你一定要保证什么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还是一样 我们用写几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还是一样 int buffer buffer可能等于一个10 然后后来呢 我现在又一串内存 这个内存呢 反正挺长的 可能100个多个 然后比如int 我们有一个就是传感器的 传感器采集的一个数据buffer 它可能有100个 而且这100可能都有值了 假设有值了 已经有值了 那现在我要把buffer 指向去10个怎么办 那这时候大家看 那我是不是 首先目的地是buffer 那我们的原是不是伸手buffer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完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告诉你 以这个原地址 我们要考多少个 对不对 所以你这时候写10个 好 有的人说这样写不就OK了吗 是不是 考10个嘛 给他 那这点也要注意 我们memory的这个地方的单位 跟chr又不一样 因为我说chr好办 因为chr都是1 所以说你干 你干什么都是不都是一个一个的干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怎么干的 是不是一次来干4个 一次一次一次 一次来给我读4个 一次来读4个是不是 所以说memory copy呢 在我们在传递过程中呢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考10个 它其实只认为是10个字节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的n 看到的n 更多的是在代表是什么 是多少个字节 这样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所以说对于我们内存空间中 如果是使用的是什么 是这种int空间 或者是我们非单字节空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个数 一定要注意它的什么 一定要乘以它的什么 size of 就是它的类型 类型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 要10乘以这样一个东西 好 那当然了这个 所以这是我们memory copy 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那当然char不存在 刚才我们说了onSinglechar 现在就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了 加onSinglechar buffer1 好吧 然后什么10 然后这个地方onSinglechar 比如说sensorBuffer 它可能采集了100个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采集前10个字 10个字节就够了 就足够版主我们现在的数据的 那个响应时间了 好了 怎么办 首先来说第一个绝对不能采用的是什么 十准copy 十准copy 那如果十准ncopy 十准ncopy倒还好说 但是我们先说一下 十准copy是不行的 那么如果这样考一定会出现易出 或者出现一些考不全 甚至来说怎么 当然这样十准ncopy期也出问题 看这样写一下 比如说sensorBuffer 对吧 这地方写10对不对 因为尺寸本身就是乞 所以你就10个字节 对不对 这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sensorBuffer中 前面比如这样 我说 这样我们够到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这样的 前面的字节都是00 00 00 然后后面好了 开始采集数据了 有23 什么45 有78 就我采集数据可能是这样的形式 你不管它具体什么意义 反正采集是这样的形式 那我就问你 十准ncopy过后 buffer会不会出现这个空间的一个情况呢 不会的 因为我们止copy看到0的时候 它就认为是结束了 还看不看后面 就不看了 所以这个时候拷贝过后 buffer你会发现永远是空 所以有些人说 怎么采集不进来 有些时候 其实原因就在于咱们在使用这些细节的时候 并没有在意 它真正的一个区别 真正的区别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什么 memor copy memor copy sensor buffer 那么这个buffer 当然这个地方写实 对不对 没问题 因为你确实是一个字节 当然如果养成习惯 你就这样写 写的规范一点 对不对 size of size of char 就onsingle char onsingle char 好 这样的话 就显得比较 你的代码就相当于比较规范一点 10个这样的字节 而10个什么 内存单位 好 所以说 说到了宿主空间的宿主化 我们这地方给大家展开了一些 那么重点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关于我们非字幕传空间和字幕空间的一个什么区别 那么利用这个区别 应该说在我们不管后面学习的内容 还是我们即将要学的函数部分 这两种空间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因为C元在C元的目的其实就是对资源进行操作 而资源就是我们的内存 也就是我们分配的东西 分配东西我们主要把它分成两种 一个是字符类的 一个是非字符类的 那以后在面试过程中 如果面试官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题目 对吧 那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你这个题目中你要想操作的对象你先找到 然后其次我们再说怎么操作 对不对 怎么操作就是加减称除乱七八糟那些操作 然后我们先找对象然后再操作 面试中其实也就这个道理 大家不要把它想象太复杂 那么你找到这个对象过后 你找这个对象过后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这个对象到底是什么 是有符号有无符号 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他的 所以这个呢 当然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讲那个具体面试题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现在呢先给大家提出这个思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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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